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中月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沙特阿拉伯 并且跟王储穆罕默德沙尔曼 留下了碰拳的历史性争议画面 拜登此行是希望和沙国达成增产石油的协议 不过路透社的评论说他这次的中东行 失败 空手而回 既然没有获得各国允诺 要致力打造区域安全架构来共抗伊朗 沙国也没有答应要立即增产石油 来舒缓美国油价的高涨压力 我们要来看拜登怎么样空手而回之前 要先来看一件被外界议论纷纷的花絮 拜登的专机一抵达沙国之后 他马上就和王储来见面 那因为现在疫情还是很严重 你见面不能握手不能拥抱 来个碰拳总可以吧 两个人全碰拳 拜登就和穆罕默德碰拳打招呼 没想到这居然变成一个争议画面 为什么这个简单的动作也会很争议呢 这件事情的背景要从哈少吉的命案开始说起 这个命案是说哈少吉他本来是一个沙国的异议人士 那其实呢他对于所谓的沙国很多的不公不正的事情 其实他是带头来抗议的 那他呢同时也是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者 他在2018年的10月有一天 他要到沙国的领事馆来办一些私人的事务 没想到一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最后他被发现离奇死亡 而且遭到残忍的分尸 好美国说我们掌握了证据 这件事情一定就是沙国的王储 涉案其中他指的就是他 说他呢就是下达追杀令的人 那按照道理来讲 你美国应该要反沙奴的阿拉伯啊 你应该要来制裁他 可是呢外界觉得 美国对这整件事情立场非常的暧昧不明 怎么说呢 一方面他有谴责沙国 他说沙国有76个社有众贤的人士呢 美国对这76个人实施签证限制 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跟沙国维持正常的军事交易 外界就骂啦 那你美国根本就是一边说着大道理 一边又赚着沙国的钱 那拜登对于穆罕默德说 他其实应该要为这个命案来负责 而面对这愁如其来的疑问呢 穆罕默德倒也不以为意 他说你们美国其实也曾经犯过错啊 而且还警告拜登 说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在他国身上强加价值观的话 将会适得其反 所以穆罕默德再次强调 你们美国应该要尊重不同的国家价值观 所以既然这么争议 那两个人一见面就碰拳 看起来好像你农我农你和我关系 很好这样的情形 那就被外界争议了 你现在跟他到底你是要反他 还是要赞成他呢 好看到就是来自于这一次的争议画面 那除了这件事情争议之外 当然回头我们要来看看拜登 这一次的中东行 那这档行程最主要 拜登有两大目的 第一个推动增产石油 第二个要组成中东安全联盟 但是最后这两个目的全部都大失败 好怎么回事呢 增产石油的部分 拜登就直接跟王淑说了 说二武打仗现在不是油价一直飙高吗 各国都饱受通膨之苦啊 所以要怎么样抗通膨 当然就先把油价打下来 那要怎么样让油价下来呢 当然你们石油生产多一点嘛 供给增加 那是不是就能够把油价给压下来了呢 所以他希望OPEC的巨头 就是沙奥地阿拉伯增产 多生产一点 就可以让油价下跌 可是沙奥地阿拉伯就是不中口 他就是没有正面回应 甚至很坚持的说 产油的政策要遵照市场逻辑 市场的供给跟需求来决定 没有办法只靠我一个国家 片面的就来决定是否增产 所以第一个目的 拜登失败还是没有增产 所以代表油价还有可能会继续冲高 既然这个目的没有达成 那第二个目的呢 拜登希望中东可以联合起来 一起来对抗伊朗 拜登还信誓旦旦地说 哎呀美国不会离开中东 为什么他要特别这么强调 因为先前这个美国不是有撤军吗 引发了一连串的政治效益 那这些中东国家觉得 你美国势必就是会离开我们 那最后还不是要我们自己来收烂摊子 但是拜登强调哦 说美国啊绝对不会让中国俄罗斯 或者是伊朗趁虚而入 保证我们美国一定会扮演主动 而且有原则的领导角色 但是沙特阿拉伯又泼了美国一身冷水 他说我们没有要跟你在那里玩什么结盟的游戏哦 也没有要跟你一起来对付伊朗 所以拜登想要组联合的目的也失败了 拜登现在支持率非常低 已经创下了美国历任总统来的民调新低纪录了 为了救火他才刚快去了一趟中东 结果空手而回 但是还是要继续想办法 因为11月份就要进行美国的其中选举了 如果选举这一次他们表现不好 那接下来他们就不要想要连任总统了 所以要赶快推一些法案来挽救低民调 拜登推了什么样的法案呢 第一个提高气候的变迁支出 第二个加征富人税 可是到目前为止的进度看起来也不太顺利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法案 第一个提高气候变迁支出 简单来讲全球的气候在变迁 那美国觉得我是老大 我当然要身为一个领导者的角色 我要率先的来做 所以只要是要对抗气候变迁 那你要做很多很多的政策 你当然要花很多钱 那这些钱就要提高支出 拜登承诺他们要在2024年之前 对于气候很多的国际方面 只要有关于气候要来帮助 让气候更好一点的政策 这些融资要来借钱的部分 每年要达到114亿美元 可是做了吗 截至2022年为止 美国国会只批准了10亿美元的预算 你看连目标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好 那这个政策没有在轨道上 第二个政策呢 加征富人税 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拜登就已经提出来了 但是迟迟没有进展 为什么要加征富人税 这也是拜登的政策之一 那个时候他要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呢 就说他要加征富人税 希望富人能够多出一点钱 能够来帮助国家的建设 那征收的对象就是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家庭 他们的个人所的税率呢 从20%起跳 那这些多收的钱要拿来做什么 预防野火啦 激励民众购买电动汽车啦 来帮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好 可是您看到 目前为止 加征富人税这件事情 也还没有通过 乌漏偏逢连月宇 现在拜登就是打算要通过这两个政策 来实现他的竞选承诺 但是有人出来搅局 联邦参议员曼清 那这个时候突然横插一小 他反对这两个议案 好 不支持立法草案 那民主党原本希望说 能够加快脚步这两个赶快过 那就可以在其中选举的时候告诉大家 说我们有在实现竞选承诺 可是现在要过关的机会相当渺茫 曼清是谁呢 为什么他这么重要 七个月前我们看到了拜登 他提出来一个法案叫做 重建美好未来 那个时候呢 他就说要花七兆美元来投资基础建设 让美国再次的复苏起来 但是这个关键人物曼清 他就出来杯葛了 出来杯葛之后呢 整个法案就卡关 那为了要让法案过关 所以呢 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舒曼 就一直跟曼清一直在做沟通 可是曼清看起来就是不支持 如果这个法案通过之后 那就意味着民主党就是他们已经实现了他们在选举的时候的所有证件 那现在在野党反对 好 参议院当中势均力敌 如果少了曼清那民主党的法案恐怕就会卡关 不过呢 曼清也有留下一个淡书 他说他不是说完全反对 他觉得如果不等通膨数据出来就来支持这样子的计划的话是不够省顺 所以先等通膨的数据出来再看看到底要不要通过这些法案 那除了这两个法案之外呢 拜登当然要挽救民调没有这么容易 他现在还推出了很多的组合权策略 就很多很多招组合权要来对抗高通膨 对策之一调价中国的关税 好这件事情也讲很久了 财政部长叶伦正在研议要取消川普任内部分的中国关税 叶伦也说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有很多不公平的贸易手段 但是呢要解决没错 可是川普定的一些中国关税政策 如果没有策略 如果实行到现在没有达到他的目的 那对于美国的消费者来讲反而是开销变重 那现在拜登考虑要松绑 就是希望通膨能够趋缓一点点 好第二个政策 减征石油税 希望能够减轻开车族的负担高油价的部分 那现在呢全美各地的汽油价格平均每加轮大概15美元 那汽油税呢是每加轮征收0.184美元 这全部都要由消费者来负担 如果这个部分可以减征 那买东西 这个石油的部分价格也能够下来一点点 那这对于降低通膨来讲当然也是有帮助 不过呢这笔税金 这个加征石油税的部分 这笔税金本来是要拿来修道路的哦 它是道路修建的经费来源 所以这笔钱如果没有的话 那在美国道路修建的部分可能就要面临一些挑战 你要再去其他的地方找钱 再来第三个策略 调整处方药的价格 这也是未来美国在抑制物价会努力的方向之一 这些都是拜登现在提出来 要来降低通膨的一些方法 那叶伦也预期说未来几个月呢 美国的经济可能会放缓 但是经济衰退完全衰退 应该是有机会能够避免的 所以您认为拜登能够成功的抑制高通膨 防止经济衰退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这一宗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